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月亮杯的一个看法 希望我能够以在中医师的立场 来谈一下关于月亮杯 我想每一个女孩子 大家都清楚 每次月经来都要用卫生棉或卫生棉条 算一算我们使用卫生棉 卫生棉条的时间大概有相近40年 因为从初经一直到更年期算一算 40年的时间 算一算会用多少卫生棉条跟卫生棉 平均起来大概要1万片 这样子的量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造成污染 或者是一些不环保的一个情况 所以才有了月亮杯的出现 月亮杯到底是有哪些优缺点 就我认识的部分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们知道月亮杯它的材质就是像细胶 乳胶或者是一些热塑性的塑胶 所以是相对也是很柔软的 那么它可以跟棉片比起来的话 它可以接收比较多的精血的量 所以相对来说就觉得 我不用常常就是每次时间到就得去换 卫生棉或棉条等等 感觉上非常的方便 所以它的优点之一说 它就可以吸收比较多的这个精血的量 那么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环保 另外大家非常推荐的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非常的省钱 您知道月亮杯它一个可以用多久吗 它一个就可以用5年到10年 甚至可以用到更长的时间 那相对于要常常去买卫生棉棉条这样子 这样子制造一些垃圾不环保之外 那个费用一笔之下时间一拉长 也是相对节省很多的 那还有一个优点也是大家 为什么欧美人士比较喜欢使用月亮杯 在我们台湾的话大概2017年 它是才合法上市可以使用 一个原因就是它可以登山的时候 还有就是玩水上游戏的时候 月亮杯就非常的方便 你就不用常常要去找厕所 来换这个卫生棉 那还有另外一个大家也喜欢的原因就是 它比较不会发臭 因为它就是装在那个软的矽胶里头 那它没有直接跟空气做一个接触 所以当然就是说我们不建议说放长期 不过相对来讲的话 它就比较不会有味道 所以这个量你就可以比较多的精血量 然后又方便又环保又省钱 那又可以做一些运动 这个是它比较广泛被欧美人士 大家广泛使用的一个原因之一 那我们台湾2017年引进之后 也有很多的小姐们 女士们都喜欢用它 当然它也是很方便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方便之余也要注意一些小地方 例如我们知道在放月亮杯的时候 必须这个手要伸到阴道里头 那么如果说大家现在都喜欢做那个美甲 有没有那个长指甲 或是这个画一些图 那个流长长的很漂亮的彩妆 那这个指甲的部分 如果你又是做美甲 你装月亮杯的话 就很容易会刺伤我们阴道的黏膜 那这个就会造成一些感染 我们知道说阴道其实它不是无菌的 它有它一个正常的菌落虫在那边 那你如果划破的话造成感染 严重的话甚至会引起这个败血性的休克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使用月亮杯的话 请你一定要怎么样 记得剪指甲 而且注意在放的时候要小心 不要造成我们阴道黏膜有伤口 那还有一个就是不要说放了就不管它 这个就忘记了 然后就可能放了几天 那这样子也会容易造成感染 那原则上建议大概可以的话 我们六小时拿出来清洗一次 那最多最多你不要放超过24个小时 那么清洗的话也不建议就是用什么 微波或用酒精这样子随便去清洗它 因为它有它特殊的材质 所以我们建议你用清水清洗 或者是它用专用的消毒片来做一个清洗 那可以的话你这个旌旗结束之后 我们也建议你这个月亮杯可以用热水把它煮沸 再做一次完全的消毒 那下个月可以再接着使用 那另外就是要提醒各位朋友 就是有些人就担心 我使用这个月亮杯会不会掉到子宫里面去 就是会不会就跑到子宫里面拿不出来了 会担心这个问题 其实不会大家可以放心 因为在我们子宫跟这个阴道 这个衔接的地方我们有一个子宫颈 这样的一个构造 那么那月亮杯进去刚好可以就卡住 那它也是柔软的 所以有子宫颈的话 它平常是收缩起来的 除非就是你生产的时候它会打开 就不用担心说它会跑到子宫里面去 所以这个疑虑的话应该是没有的 比较重要的就是注意清洁跟卫生 还有要适时 时间到了要适时的去做一个清洗跟更换 还有这个月晶后的月亮杯的消毒 大概就是注意这几点的话 那如果说你喜欢用月亮杯的话 应该你会觉得这个其实是蛮环保又好用的一个素材 那么我今天就跟大家先介绍到这边 那喜欢的朋友也可以跟卫生棉 还有卫生棉条来做一个比较看看 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那我们下次见啰